屏东县一名王姓继承车司机的车子遭人连续拖棋 经屏东分局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并多方访查 发现是王楠的简禁前女友疑不满 双方有纠纷闹上法院才伙同一名陈姓男子拖棋气愤 警方已依回损罪嫌将两人韩宋侦办 据了解王姓继承车司机的车子至少遭三次拖棋 本月22日深夜他一度要到派出所报案 可惜当地派出所是直诉所 深夜已拉下铁门往南改拖110报案 但也在脸书上抱怨派出所关门 投诉无门 屏东分局繁华派出所长黄盛贤表示 繁华派出所属直诉所 凌晨零时至清晨六时会拉下铁门 但民众深夜报案 只要拨110或按门铃报案 远警一样会马上受理 服务并没有打烊 当天王姓男子打110报警 警方立即受理并未延误 警方表示 在接获王姓男子报案后 即调阅相关道路监视器画面 发现王楠的检境前女友涉案 由于检女住外县市 刚开始还花一段时间确定住所 经多方查访确定是检女伙同成性 男子所为 两人经传换到案后 已坦诚泼妻 全案已依毁损罪 嫌疑送法办 计程车遭泼妻 原来是前女友伙同一名男子所为 记者翁真霞翻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